你 你就不能清点玩笑 疼死我呀 听雷都屁不死 绑个绷带能疼死你了 我饿了 我要吃的 什么 吃的吗 待会儿自己把药换 那吃的呢 我没空给你找吃的 要吃的 自己找去 回来 你要忙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不就是照看我们 你别老圣主不去控制我 我要看花 看草 看太阳 就是没空照看你 干什么呀 我才是你的主 我现在重病在床 你不管我 你有没有良心啊 没有 我的良心在你 色令之婚 见色妄议之时 已经没了 全部没了 历劫天雷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去试炼大会啊 而且抓着那针雷鸟就不放 不过就是想给华叔显摆 至于吗 到时候你真的要是被提 拿着 什么东西啊 阴火扬兵啊 试炼大会的彩头 阿九不是说了吗 有了这个 你就不用耗费灵力 给他疗伤了 所以你去试炼大会 是为了拿这个 不然呢 华叔殿下 追的机会有的是 谁叫你是我的小仙仆呢 为了给那只臭狐狸治疗 把自己搭进去 行了 看你的花花草草小太阳去吧 问主人要休息了 也不知道我晋升的时候那么帅 华叔殿下有没有看到 他这么拼命 居然是为了 帮我 阿英 阿英 你 阿英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么小家子气 他喜欢华叔 喜欢华叔 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嘛 那 我是不是也要帮帮他 我得帮阿英追华叔 快点去炖汤 多加点猪肝啊 不行的话 你的心肝也行啊 不行 阿久 阿久 我可没欺负轻衣啊 不是 我是来找你请教的 请教我 怎么追姑娘 追 姑娘 你 不是我 我追什么姑娘 是帮古静 我想帮古静追华叔 古静啊 这还不简单 教他我们胡族的魅术 是追求新上人 不是骗姑娘 再说了 你们这魅术能骗一辈子吗 那就送白鸟岛 起车凌雾 反正大则上有钱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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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叔是仙君又不是仙奴 他怎会因这些就行动 再说了 真心又不是可以买得到的 再想想 单刀植住 让古静制住华叔 你到底会不会追姑娘 你想的怎么都是搜主意啊 当然 你 他当然不会喽 我猜啊 阿九连姑娘的手都没牵过呢 你又知道了 轻衣 有你什么事啊 我饭做好了吗 算了算了 白费劲了 我还以为你们胡族会魅术 订会很多谈情说爱的法子 这样看来 阿建可能办 等等 如果是帮古静小师叔的话 我倒有个主意 我在人间的时候 读过一个画本 说的是有个书生 用三年的时间 种出了一片桃花林 带到落荫缤纷之时 请姑娘入林 说出苦藏心中的情话 然后二人就终成眷履了 我觉得这个法子好爱 又不洛俗 难道 你就让古静在大座山种桃花 静谷的小屋旁 不是有株梨花树吗 看起来是普通的梨花树 其实是极品梨树 赤螺 赤螺 可是我怎么看它 也就是个普通的梨花树 这你就不懂了吧 赤螺花需要以仙利 交注十个时辰才显现 很少有人愿意为一树花开 花费那么多精力的 明日刚好就是七巧节 法子又不洛俗 好 我去了 七巧节赤螺树下表心意 好主意啊 反正呢 我办法是交给你了 能不能约到华叔 就得靠你自己了 我跟你说 如果你一开口他就拒绝了 全是你自己一厢情愿 会很丢人的 不丢人啊 我穷了 我现在就去找华叔殿下 其实这个办法也没有很好 我觉得你可以再想一想 很好啊 谢谢你 阿姨 我走了 好 我家的那 코로나 你看 这话我经意 你 ườn 是 这是谁家的女君 为何在此哭泣 你也不认识我吗 我可是堂堂白鸟老的花束公主 我应该认识你吗 是了 你们原人掩着我 天真有成名公主 她若日言之光 唱得我如新城般安排 很何曾有我美 只不过她投身在天地家 原天真亚我一头 所有一天 我又你们瞧瞧 我们孔雀族绝非二流线门 我孔雀族的公主绝非大人的白衬 这是什么 今日我路过太白星 见星光璀璨 便摘了几颗星灰 你看他们 虽然不如日月耀眼 但是也有自己的光芒 无人可以遮掩你的光彩 两百年前的星灰 它竟一直待在身上